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赶快把这个造化变成事实了 否则别怪我为难你 师兄 三天时间怎么样 大超 咱们走 好 朱大人 小姐 别再生气了 喝点水 好 这 双双啊 你这是干什么呀 爹 你明知道我不会嫁给不学无数的朱大昌 这 他们现在这是先例后兵 哎 你知道 我们师家的生意 可是要靠朱大人成全的呀 就算你不愿意 也不能给他们难堪哪 你看 现在好了 三天内让我们回花 你看 你看怎么办吧 不嫁 不嫁也得嫁 除非这三天之内 你 你能找到比朱家更好的对象 否则 我这次啊 我再也不允许你这样胡闹下去了 老爷 爹 爹 小姐 我看啊 这事儿只能怪那个龙十五 他怎么就不是个皇亲国戚 而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呢 好 主子 这一连两天都没见到石小姐了 他会不会来啊 小鬼子 咱把书画收一收 不等了 我担心朱大厂又出什么轨迹 咱们得化被动为主动 嘿嘿 少爷 明见 少爷明见 走 那个死猪大厂 懒孩子想吃丁鹅肉 哼 你不要伤脑筋了 你不愿意嫁给他 我啊 替你去处理处理他 不要 不要了 怎么 你不相信我可以把他打得满地找牙 不是我不相信啊 只是我不能逞业使这块害了我们家的生意吗 怎么说 你就愿意就饭做他的大厂嫂啊 大厂嫂 大厂嫂 老二小姐 我们小姐都已经逗惨了 你还说什么大厂嫂这样刺激他啊 好好好 不刺激就不刺激吧 那你说 老二小姐 现在该怎么办 小姐 外面有位龙公子要见你 龙神武 他 他来干什么 快快快快 快请他进来 是小姐 哎呀 兰儿 你还嫌这里不够乱呢 人多好办事嘛 听听看他怎么说 龙公子姐 是小姐 杨小姐 你也在 人找到没有 姑奶奶 答应你的事我肯定会办妥嘛 我这个人呢 是人腻己腻 先把他们的事情处理好之后 再处理我的事好了 好 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还不知道啊 那个猪大厂 像双双逼婚了 好 好了 不知者无罪 那你现在知道了 你要怎么办 十小姐 你答应了吗 哎呀 废话 要是答应了 还在这边下忧虑什么劲啊 想个办法出来嘛 窑窕淑女 君子好求 十小姐 天生丽质 男自弃 秦小姐也向龙氏舞考虑在内 这 你是说 你想双双求婚 书庄 你怎么说啊 龙公子 我跟你一共都没有谋过几次面 对你的事情 我是以无所知的 是啊 你们家是做什么的 我们家公子 他实际上就是 黄小六子 黄什么 黄调家族 家道中落 决然一身 你卖化鞋子为生 哎呀 哎呀 我的天哪 你家可真够惨的 你觉得 你这个黄调的穷书生 配得双双双吗 哼 我相信十小姐 看中的是人品 而不是家事跟财富 十小姐 是吗 我 我决定了 我要嫁给朱大昌 有没有搞错 嗯 没错 我就嫁给她 哈哈哈哈 我的乖女儿啊 我一猜你就会想通的 你想想啊 石家的财 和朱家的事相结合 这个算盘 怎么打也不会错的 哈哈哈哈 爹 你先别高兴啊 我说的话 你还没答应我呢 哎 答应答应 你说什么 爹都答应啊 哈哈哈哈 那 不许反驳 哎 当然啦 只要你肯答应 嫁给朱大张 你说什么 爹都点头 哈哈哈哈 我说主子啊 那个什么石双双 长得挺漂亮 内心很俗气 只中钱财 居然答应嫁给那个什么 朱大厂 或许他有什么苦忠吧 苦什么忠啊 一听我们不是什么皇亲国戚 是那个黄掉了的卖字的书生 就打退堂鼓 分明是贤骗爱富嘛 哎 难道是我看错了人吗 会错了意 主子 因奴才所见 您就亮出身份 告诉他 您此黄非彼黄 您就是黄十五阿哥 不是那个什么黄掉的卖字书生 哎 我还是不相信 哎哎哎哎哎 你 主子 您慢点喝呀 哎 哎 就如厂长 化作相思类 哎 主子 小贵子 你别再说了 就让我醉这一次吧 那您醉了之后呢 哎 如果说不说 真的要嫁给朱大厂 我祝福他 祝他 哎 打得起 也要放得下 要是没有这点骨气 我怎么做大清的十五阿哥呢 主子 我们再陪您一块儿喝 不管有什么事 等明天醒来再说 好 好 请请 来来来 师兄啊 咱们两家终于结成亲家了 是是是 咱们得好好干一杯啊 喝喝喝 干干干 来来来来 你这个臭小子 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 来来来来 大家一起来干一杯 干了干了 咱们喝了这杯酒啊 就把好日子给定下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请等一下 在喝这杯酒之前呢 我爹有话要我向大家声明一下 我 好好好 请请请请 爹 您不是说在成亲之前 要让朱公子签一份合约吗 我 我 我看看 我看看 朱大昌 承认与石双双小姐成亲之后 放弃任何石家财产之继承权 双双 我没 爹 您忘了 昨天晚上 您是怎么跟女儿说的 我是我爹的唯一的掌上明珠 那么理所当然 也就是石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 可是我爹这个人乐上好施 所以他打算在我成亲之后 就把石家财产如数捐出了 再说 朱公子不也是说过吗 双双这些年 这些年轻人为石家的生意实在是太辛苦太费心了 所以希望我嫁到朱家之后就安心享福 是不是 对 你什么都不用带过来 我爹的钱足够我们俩游山玩水 公享画梅之乐一辈子了 来 拿笔来 我签 快 拿笔来 快 不准签 爹 你 那我真是太失望了 我一直以为世博数度替令公子求婚是因为看中双双的人品和才干 而不是看中石家的财产和家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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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美貌 朱大昌 你是 不过你爹正好相反 他要的可是谁家的钱 杨小姐 杨小姐 你误会了 我误会 要是是我误会的话 那就叫你的宝贝儿子画鸭了 取一个一无所有的石双双回家 签 我签 我签 爹 你 朱大人 你跟我玩这套石双开 不 小心 我让你硬不开 爹 你让我把他签了吗 你签 你干脆签一张卖身器 卖给他们家当奴隶算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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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大人 人家说石姑是天上千手千眼观世音 人间十全十美十双双 今天我总算大开眼界了 他是哪个十全十美的十双双 你爹我被你这么一整啊 我变成了十倒十煤的运不开了 你 你可把我给弄惨了 我 石伯伯 你放心好了 有我杨兰儿在 朱大人他们绝不敢欺负你们的 哎呀 兰儿啊 官商之间本数复杂 你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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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起来啦 喂喂喂喂 开门 是谁啊 有鼠呢 干什么呢 这大清早的 走开啊 人的还在睡觉呢 哎呀你走开啊 喂 初小子起来啦 我说杨兰儿 你有点人性好不好 我们家主的昨天那么伤心 他喝醉了酒 哎呀你不要乱了 你不要再折磨他好不好 你少啰嗦啦 喂 快快 起来 快快 起来 起来 喂 听起来没有 你 哎呀 我可是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子星听不 朱家呢 不准备娶双双了 兰儿 你说什么 我是说双双姐啊 这是才智双眸 他知道朱大人要的是他家的财产 所以他就要朱大昌画鸭 答应放弃十家所有的财产 那朱大人是绝对不可能让朱大昌画鸭的嘛 所以婚事呢就搞吹啦 嘿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没有看错人 受伤不会因为朱家这点势力就嫁给他的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喂 喂 你要去哪里啊 去找双双 你知道他去哪里吗 去哪 他去凌云寺还院了 凌云寺还院 蓝蓝 谢谢你 你这个功劳我记下了 他以为他是谁啊 天皇老子 还给我记住吗 还给我记住吗 你家穷主子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那我们的事呢 我们有什么事 你还跟我装算 不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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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帮你找一个胸前有朱砂的男人是不是 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好臭 去洗澡 洗好多好多好 好聪明 好聪明 这才对吗 小姐 双双小姐 你怎么来了 蓝儿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我了 双双小姐 双双小姐 你不要跟着我 这是为什么 小胆子 这是怎么了 为了你的安全 你以为我们家小姐拒绝了朱家 事情就完了 不用怕 有我 有你 你能干什么 我能带小姐远走高飞 给你远走高飞 那你置我爹于何地 这里是他的家 他的毕生心血都在这里 就凭着你的一句信口雌黄 我就跟你走了 那我岂不是大不孝 我不要再见到你 请你离开这里 小胆子 我们走 百事孝为先 皇阿玛 儿臣 确定给您找到了一个有情 有义的好媳妇 有义的好媳妇 真是 怎么写的 是啊 你 小姐你看他们 是啊 这都是两个女的 开什么开 不敢 走 出来 喂 小贵子 找到没有了 没有 走 换一家 走啊 走 哎呦 祖奶奶 拜托了 我这一下午洗了二十多趟早了 我现在是浑震发皱凉肺发软呢 我管你啊 你要是找不到人就给我继续洗 哎呦 奶奶 我当你仆人还不行吗 你倒是笨蛋 养你还得养那个穷主子 我吃饱撑的 走 哎呦 我去洗澡伤元气呢 伤元气 做品伤细腻好吧 啊 走走走走 小贵子 你回来了 啊 你走了 主子 您要是一天洗四十几个澡 您会怎么样 那个杨兰儿 他是玩真的 我看呢 他要是找不着十五二哥 他别把我洗死不可啊 那可怎么好啊 你总不能把我浇出去吧 哎呦 主子 您就别开我玩笑了 我这么忠心忽主 怎么会把您 送到那个母大虫口里面去啊 可再这么洗下去 你也吃不消啊 那怎么办啊 秦总 你们都在啊 来来来 出去玩 嗯 嗯 嗯 哎呀 好几年没见你了 你还好吗 嗯 哎 吃和玩乐 一个也没闲着 嘿嘿嘿 师傅啊 你那天啊 真的应该跟我去见识见识 我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 我身边有很多附加千金小姐 我给你介绍一个认识啊 好过你百字画 卖的苦兮兮的 哈哈 弱水酸情 我只取一瓢银 嗯 嗯 哈哈 啊 啊 世伯 啊 大长啊 哎 不是我不让你见双双 是他不肯见你 哎 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也没法子呀 哎 哎 双双现在一定很伤心 不是我不想签的 是我爹不让我签啊 嗯 我根本不在意你们家的财产 我只在意双双 啊 这个世伯知道 我我我会转双双双双啊 哈哈 不行 我得自己告诉他 双双双双 我跟你说 是我爹不让我签 不是我 你要说的我都知道了 双双 你知道吗 我现在就去劝我爹 让我赶快签字 把你取回家 好好享福啊 难道你还不明白啊 我们俩根本就没缘分的 我才不管那些呢 我喜欢你了 你就是我的天赐良缘 我非你莫取 你非我莫取 我可不是非你不嫁 你 而且我告诉你 我是肯定不会嫁给你的 双双 你怎么能这样呢 好了好了 不要在这胡搅蛮缠了 双双 我这么喜欢你 你怎么能对我这样呢 朱公子 你不要浪费时间了嘛 双双双双双 朱公子 你没看见我们家小姐累了吗 她要休息 去 女儿 是吗 你看她们 大肠 别急 咱们再想想办法 好 想办法 想不出办法 看我爹怎么收拾你 大肠 我的天 我就怕这个 就怕这个 双双双双 哎呀 小姐 咱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去吗 没有找到十五阿哥 绝不会去 小姐 我们还要这样找下去啊 说不定 那个十五阿哥已经回紫禁城了呢 小姐 我们不是瞎找了吗 不会的 要是我阿哥 他回潮的话 阿玛 他一定会通知我的 淳梅 我看 你回去一趟好了 顺便 给阿玛上个信 是 小姐 要是我回去的话 你怎么办 我 我怕谁啊 我带着你啊 我还嫌累赘呢 快快快快 快去准备 小姐 小姐 你干什么闯到我的房间里了 你怎么啦 你说双双是不是在跟我用那个什么金蝉脱鞘之计想把我甩掉啊 你自己说呢 你我的条件 我温柔 我多金 我潇洒 他没有理由不喜欢我啊 难道 都是为了那个穷书生 哪个穷书生啊 少装算了 你一直帮着龙石骨打我 我 我是看不惯你仗势欺人 我仗势欺人 那你呢 我 我怎么啦 还说呢 你仗着你爹官大 跑到我们家里来耀武扬威 指手画脚的 你还不是仗势欺人呢 我 我这是 让你爹在我爹面前有表公的机会 你懂不懂啊你 我不管 来 你跟双双关系那么好 能不能在他面前替我美颜几句 美颜个什么 猪大肠就是猪大肠 也不可能变成猪香肠 你 你呀 还是认命吧 别死气白烈的老缠着人家 赖喇嘛小吃天鹅肉 你呀小心噎着啦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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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大家伙都看我笑话 看我怎么收拾那个龙十五 小柜子 咱们该走了 你怎么了 主子 奴才叫那个叫杨兰儿的 臭婆娘洗澡洗得伤了元气 现在好像有点发烧 热疼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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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在客店休息好了 啊 不 奴才还是陪主子一块去吧 哎呦 小柜子先起来吧 我都让你在这休息了 哎 记住啊 有人敲门 门也别开 免得那个杨兰儿又抓你去洗澡啊 奴才谢主龙啊 我先走了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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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子您走好啊 哎 嘿嘿嘿嘿嘿嘿好像 好了好了 现在就去替主子办主子的事 谁有谁也好 谁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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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这个人到哪去啊 这人是谁啊 哎呀嘘 你看你看你看的 这样就是越新鲜越好玩就行了 田野 田野 您的马 好好好 田野 上马 好好好 走走走 田野 走走 田野 走走 挺大的架子 这个人到底是谁 你找的那个 是我哥 那你看过他洗澡 那都没有 那你怎么证明他就是施瓦格 你知不知道刚才他身边哪些人都是谁 谁 苏州城里头有头有脸的大户买卖人家差不多全在哪 就这么简单 就证明他是施瓦格 你帮我白痴 你糊弄我 什么 他去当铺 当时挖个的几手刀 哎呀 被嘲讽当场认出来的 就怕你不当白痴 哈哈哈哈 好字好字 双双小姐 我不是让你离开这里 你怎么还在这 要真是这样 我对小姐的情感 岂不是而信 小姐 双双 好一个金蝉脱销之计 都是为了这个臭小子 是不是 朱公子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朱大成一家女百家球 我跟你同样有资格追求十双双 你个臭卖字画的 敢跟我朱大少爷论字格 来着呢 不在 给我打 不打 朱大成 不可以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不可以打 我打 别打 不要打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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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有点 一边 一边 你走 一边 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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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爽 别打 别打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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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了 少爷 少爷 别打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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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看看 滚 少爷 小哥 如果你再敢接近他 拉我起来 快快快快 少爷 发手 你们这帮混蛋 让你们打龙十五 就没打本少爷 看看 看到没有 你这是 走啊 走走走 快走快走 你受伤了 没事了 伤得这么重 还说没事了 疼吗 要你离开这里 为什么不听呢 双双 你听我说 其实我是 是什么事啊你 一个卖刺化的穷书生 不辞两理 拿着鸡蛋碰石头 你要跟人家朱之府的公子去硬碰硬 你碰得过吗你 小单子 难道你也赞成你们家小姐 跟朱大昌在一起 我 好了好了 你们都别争了 我是不会嫁给朱大昌的 双双 那我 我谁也不会嫁的 双双 龙公子 你的出现 几乎危及到我们十家的生意 你知道吗 双双 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没有办法的 你走吧 双双 你听我说啊 你别再说了 走吧 小单子 送客 龙少爷 请吧 双双 要劳你破费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哪儿的话 千叶 您肯闪光 这是我们江南的荣幸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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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千叶 你咋会 你来晚了 发酒三杯 这是我女儿菊心 快给千叶请安 来 走 看到没有 相信了吧 要不要我帮你介绍认识人士 用不着 是 全公子 你怎么来了 你家少爷呢 我们少爷忙 这位是杨兰儿小姐 我认识啊 你认识我 没错 你是该认识我 我也认识你 你也认识我 我们找到你的客栈梁了行吗 这 这 小六子 帮我准备一点韭菜 准备韭菜 钱公子 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下江南来吗 不可讲 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捧你 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愿意 我也赶不走 是不是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杨兰儿 你也想来套我的话 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那个什么谁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就算是你 我也不会讲的 可是你认得我 认得 钱公子 你是不是觉得喝得有点头晕了 还好 你休息一会儿 我没队 睡一会儿 我没队 不行 不行了吗 你得注意身体 我不行了 慢点 我可能真的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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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来 来 小姐 赶紧没有 你有什么打算 你怎么看 个头像 又说刃斗 这都像啊 对啊 你别忘了 她有那把截手刀 也像啊 不过 我还没有看过她的朱砂呢 朱砂 老人小姐 你想干什么 她醉了 我帮她亏姐的 不 不 不可以 男女受受不亲 你不行的 不行了 走开 来 小姐 你不要动 看一下女朋友 不行了 你起来 老 你干什么 你也要黑牙 看你的衣服 看不开 可以的 不可以的 怎么这样 不能让她把你的衣服撑开 不要 不要 你好烦 别动 你放回来 看一下就好 不可以 我们刚认识不久 我们刚认识不久 就好了 脚太快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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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 鸭兰儿 在费力前途 快就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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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朗尔小姐 你好说歹说也是明文之后 你这样做太难看了 鸭兰儿 我们才认识不久 还没说几句话呢 你不要这么快 再说 我前途 也不是那么随便方当的人 你 你 你以为我是 那个 你算金黄 小贵子 好 我不啰嗦 我问你 你身上 是不是有朱砂 我干嘛要回答你的问题 对 他干嘛要回答你的问题 那我就要叶鸣正身 非礼 非礼 我去看一下 别跑 鸭兰儿 你不要胡闹了 太没有规矩了 出去 好了好了 听见没有 出去吧 以后再说 走 我陪你出去 我陪你出去 我告诉你啊 我是不会山拔甘休的 好了 你先坐着吧 这个神经病 三八 把我的酒都下醒了 哎呀 小溜子 小溜子 你叫的什么朋友吗 这是 小溜子 你不知道 这个女人大有来头 她是那个军机大臣杨美波的女儿 那她比我没什么感兴趣 我 她认为你就是当今的十五阿哥永延 是我 你也是吗 难道你不是吗 我不是那个谁啊 哎呀 我怎么跟你们讲呢 可是这么多人 都认为你是那个谁啊 我 钱公子 钱公子 你就实话实说 你到底是不是那个谁啊 哎 我为什么非要告诉你们 我到底是不是那个谁啊 我烦死了 主子 您看钱通会怎么做 我希望钱通能够留下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全地隐没在平民百姓里 可是我有希望 他能够像正人君子一样 停止这种冒名顶替 骗吃骗喝的行径 回到老家去 这么说 主的是在对钱通的品格进行考验 我不但在考验钱通的品格 也在考验我跟双双的感情 这什么意思啊 主子 您就别考奴才的小脑袋官了 今天 双双替我疗伤的时候 我确定双双她喜欢我 我几乎脱口而出 请她不用担心朱家会对她家进行迫害 因为我就是搭京的尸瓦哥 用言 那你到底说了没有啊 没有 因为我想到皇阿玛的感情生活 香妃 萧贵人 对皇阿玛并不是没有感情 只是香妃放不下她的国仇家恨 而萧贵人 也始终忘不了夫君 而皇阿玛 始终怀念孝贤皇后 但是寻遍天下 她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孝贤皇后了 这是皇阿玛一生的遗憾 而我自己 不想再有这样的遗憾 我希望 双双能够为了龙十五 放弃她的所有 我也希望 我能够不借用任何的名位 忍其所辱 忍其所苦 去赢得双双的真爱 主子 刘菜太感动了 石双双 她真是人在福中 不知福啊 唉 我知道我这样做很傻 可是我却愿意 做这样的赌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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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